开局给了一个树根和黄桃 就算损失也不会传送上来 场上四个小盆窟 还有一路若干植物 这是啥意思啊 二路来了个鸡贼 那我懂了 这关核心是用树根交换植物来对冲下药 那不就是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了嘛 看我直接在二路放个树根 交换三次让芦苇去二路 过一阵子满意都是烤鸡 如果再来个篮球 那可能还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四路有阳散 赶紧四路二连树根换椰子 哇四路来了个全明星 问题不大 等他进进的时候直接一炮 啊居然打不死啊 那这把没了呀 后面四路来了录音机和气功 那我知道怎么打了 这把我们树根放的四路 众所周知 小盆窟还有个外号叫炮灰谷 人见人爱的灵阳光植物 谁不爱他呢 这波提前交换 把芦苇放到二路 然后把炮灰谷 转移到树根种植的位置 山葵转移至四如一列 全明星遇到小盆窟 直接停止冲刺 这波操作我称之为 紧急避嫌 同时由于五路后面来了一堆僵尸 顺便椰子大炮也弄到五路 正好一发炮断 制裁白给僵尸 顺便消耗一下全明星的血量 这边还有个小细节 一路我特地交换了一下 寒冰和树根的位置 这样可以避免树根 被巨人认出的小鬼骗角 哎呀 五路气功不断的吸缸大法 没事 送一句话 有的僵尸活着 等他已经死了 直接反手一发大炮 带你保驾护航 你就算不断吸又怎么样 再一个炮弹直接带走 哇 来了个盗贼 隐身后就输了呀 叶子你别休息了呀 快点快点 太阳晒屁股了 盗贼喝了隐身药水 直接穿越到了气功出现的时间 这回叶子大炮打了一下之后 直接二连交换树根 把圆弯叫下来打掉气功 说个普通 这下大炮也正好休息完毕了 在二连交换叶子大炮 直接在盗贼隐身之前炸掉了他 后面又来了一堆鸡 烤鸡的香味隔着屏幕都能闻得出 五路来了个机器牛 不要慌 先发射个炮弹 干了成三代的黄桃了吗 等他整个炮小鬼的时候 直接黄桃眩晕 再二连交换一下山魁 就算把小鬼扔到后面也不怕 山魁手长的打到后面 五路顺利毕业 同时这也是最后一波了 看到二路的章鱼哥了吗 我们这边采用勾引大法 等他扔出章鱼的一瞬间 赶紧点树根交换一下可爱的芦苇 直接让章鱼覆盖了个寂寞 如果交换过早的话 还没彻底交换就被章鱼套了 我也因为这个来吃起了一次 这关一系列操作下来 花费时间不多 也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最后赶紧再交换一下 已经恢复到大炮 直接开炮打章鱼 一招必命 这关设计的还是比较新颖的 乐趣解密性十足 好的 我是朱庆 喜欢的点不关注 下期不见不散哦